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以老大自主 而且都是爷 谁都惹不起 你别看他就是一个助理 你惹不起他 你不知道他哪条线有什么根 而且他们不承认我们的著作权 这个是非常让人气愤的 他们随便可以对我们说闹 我也对他们说一次闹 但是代价很大了 我们被电视侵权盗版已经很多年了 就包括我有很多作品演出完了以后 被电视台拿去卖钱去了 很多小的电视台 他经常都这么干 有的时候你在演出的时候 那就开始录像了 这不是承认世界的游戏吗 不是承认世界的游戏 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 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能收复的更好 如果都这么没规矩的 不是不可以 我也能凑法 但是不能永远一样 就是必须有人发生 告诉你们 我是在被侵权 否则的话 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 和我们今天 祖先是这么生存的 他们会愤怒 他愤怒不是强权 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 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丢脸 他愤怒不是强权的 他愤怒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